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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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樣的女人最美 我覺得付出還有認真 因為我包辦了所有的事情 在我沒有另一半的支持下 沒有靠山的狀況下 還能這樣子開店然後照顧小孩 我就覺得說我怎麼那麼勇敢 當初跟我女兒的爸爸交往八年 然後結婚不到兩年他就走了 那一段過程大概我用了半年的時間調適 從那裡開始我就覺得我變得很堅強 我都告訴自己 關關難過 關關過 所以我不會把我的情緒的那一面 帶給小孩子 因為我也蠻吃苦耐勞的 我覺得老天還是有開一扇窗 真的很困難的時候我就會去求助社工了 其實我們嘉義縣有很多的社福中心 那當他遇到經濟弱勢的情況的時候 他其實可以找社工去求助 我們會協助他申請相關的社會福利 因為其實照顧跟經濟很容易牽扯在一起 那我們就會跟他做經濟的評估 然後再來就是提供相關的資源給他 然後當然我們這邊會去鼓勵他 然後提供那些進修的資源 讓他看到說有很多的人 或者是女性 其實他們也可以去進修 然後走到一個發展一些 自己很好的一個生涯規劃 之後造福考到 你在職訓造福都真的考到 也可以考慮再進修啊 這兩個禮拜讀完就有證書出來了 他也蠻鼓勵我去考長照的啦 因為他看到我從好到不好 他也是蠻心疼我的啦 等我確定真的走上長照這條路 然後小孩子也大了嘛 女兒讀書畢業之後 我希望的就是說 我們母女可以共同的 把那些賺的錢買一間房子 然後我們一家三口 可以快快樂樂的住在一起 又或許說爸爸媽媽帶過來住 有時候我看新聞啊 看到一些媽媽啊 都會帶小朋友去做啥事 我都覺得說 你們是在說什麼啦 青春還那麼長 不要浪費你的時間 在那種負面的負能量那邊啊 要做你該做的事 年輕不要留白真的 啦 就想唸